第1264集 我要十五了呢 楚阳却不知道 这套九天五的功法强大之极 是紫邪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 而这套功法有一个严格的条件 那就是修炼者必须在分魂之下的修为才能修炼 一旦到了可以分魂的地步 修炼这套功法就成了致命的事情 一动就是走火入魔 而这套功法所规定的分魂 用九重天大陆的话来说 那就是至尊六品 分魂之下就是至尊六品之下 一旦到了这个界限 这套功法就会自动开启 紫邪情得到这套功法的时候 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所谓的分魂境界 虽然明知道这套功法适合女性修炼 对于女修来说 足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功法 无奈对他却半点用处没有 一见到莫清武的体质如此逆天 紫邪情顿时就见烈欣喜 毫不犹豫地就送给了他 莫清武突兀地突然突破了至尊六品 这套功法立刻在他体内自发运行 这也是莫清武这几天昏睡的原因 而莫清武出发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虽然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但是他仍然选择了一个 最可以让自己依靠的怀抱去寻找庇护 所以也就有了很坚决的 与楚阳共成一计的事情发生 而他也果然在楚阳的怀中一睡八天 完成了这个对他来说天翻地覆的蜕变 这些事情不管是现在的楚阳还是莫清武 都是不知道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从今天开始 莫清武真正拥有了一生生死伴随楚阳的最大本钱 轻盈如梦梦一飘 血海古山舞妖娆 仗见千里君莫问 生死相随到九霄 必然会在血海古山之中 鼓出莫清武独有的绝世妖娆 也必然伴随自己心爱的人 掌见千里 生死相随 天上地下 一武九重天 楚阳放下心来 提醒道 清武 你可还记得紫邪婷姐姐送给你的见面礼吗 那就是一套功法呀 我清武顿时就想起来 两眼顿时放光 呀 我想起来了 这是子姐姐送给我的礼物 当时子姐姐还曾经说过呢 等我到了至尊六品 这套功法就会自主地开始运行 她的眼中满是感激与思念 子姐姐真是个好人 我真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厉害的功法 当时只觉得她的手指头往我的额头上一点 我就觉得脑子里似乎多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 哎 真不知道子姐姐现在在哪啊 过得好不好啊 要是能够见到她 我一定要亲她一口 楚阳和和地笑起来 眼中闪着莫名的光 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她的 清武 你要好好地修炼 不要辜负了子姐姐的期望和一番苦心啊 嗯 这套功法我很喜欢 尤其是九天武这个名字 妈妈说 女儿一生莫清武 可我只愿为你武 楚阳热血冲动 强行一指 我也喜欢看你我 莫清武沉思了一下 有些犹豫地点点头 轻声道 楚阳 其实 说了半句话 她突然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修炼 主要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不要成为你的拖累 你要翱翔九霄 我就陪着你一五九重天 要是你此刻选择归隐山林 做一个普通人 那我也宁愿散去一身修为 陪你悠悠临全 莫清武认认真真地说着 楚阳一愣 旁边的莫天机也是一愣 楚阳只觉得浑身的热血 几乎冲上头顶 用一种近乎声音般的声音 滴滴地呢喃着 清武 清武 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一刻 他不想说什么 也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莫清武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 感受着他咚咚的心跳 脸上露出了笑容 轻声说道 楚阳 子姐姐也很喜欢你吧 楚阳身子不由得一僵 莫清武抬起头来 你也喜欢子姐姐吧 楚阳的眼中露出了迷惘的神色 抱着莫清武的双手 却又紧了紧 莫清武眼中露出一丝笑意 随后把小脑袋又埋在楚阳的怀里 骏马奔驰 迎面寒风如斗 楚阳的头发凌乱地飞起 在空中飘舞 他眉头紧皱 似乎在考虑什么重大问题 莫清武静静地等待 楚阳想了好久 终于苦涩地说道 清武 有些事情 你最具有知情权 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此刻时机不对 等到空闲的时候 我再细细地说给你听 莫清武眨着眼睛 想了半天 嗯 我等着楚阳哥哥给我 给我解释 解释 楚阳心中又是一抽 莫清武坐在他的身前 看着前方的道路由远而近 快速消失在身后 绣发不断地扑在楚阳脸上 柔柔的似乎是一缕一缕的柔情 将楚阳一次又一次地包裹其中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蜘蛛 蜘蛛 这有三个月 我就十五了呢 莫清武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小脸上 突然间彩霞一般的红起来 声音也细微了许多 哦,十五了 十五咋了 墨清五不满地扭了扭身体 楚洋只感觉到 就像一条巨大的泥球 裹着柔软的丝绸 在自己身体上扭动了几下 不由得深吸了口气 妖精啊 墨清五虽然有些羞愧 但是声音更小了 脸也更红了 清二哥说 我家隔壁的二鸭 只比我大半岁 现在儿子已经满月了呢 楚洋恍然大悟 啊,小丫头莫非是思春了 不由得怪异的笑了笑 凑到小丫头几乎透明的小耳朵边上 轻声道 嗯,比你大半岁 儿子都满月了 这么厉害啊 墨清五哼哼两声 小声说道 楚洋 我想 我想 楚洋心痒难熬 你也想有个小娃娃 墨清五顿时脸色就红到了脖子里 小手无力的在他腰间狠狠的凝了一下 娇喘吁吁的 坏蛋 大坏蛋 楚洋哈哈大笑 一转头正对上墨天机刀子一般的眼神气愤的看过来 这眼神就像明知道自己有一件珍宝 别人就要抢走 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悲愤 楚洋 咳咳咳咬牙 你咳什么牙子牙 啊 小五挨欺负的时候 你干什么来的 墨天机脸色一僵 悲愤莫名的 我说大哥啊 你能不能不要口口声声提起小五受欺负的时候啊 我 我真是无语了我 楚洋 阴阴冷笑 得意洋洋的看着他 心道 老子要是不提出这件事来时时刻刻的压住你 谁知道你这个混蛋在我和小五的事情上要设置多大的障碍出来 墨天机一筹莫展 满肚子的气都发在了胯下的骏马身上 仰手一鞭子 驾 墨天机胯下骏马吃痛 顿时加速 一阵风一般的冲了出去 一向谨慎的墨天机居然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让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顾独行和董无伤都莫名其妙的瞪大了眼睛 开路先锋向来是咱们俩的 今天墨天机来凑什么热闹啊 这两个人一直顶风冲在最前面 没听到后面在说什么 你有病了吧 董无伤莫名其妙的问道 今天发什么神经啊 滚 墨天机满腹的郁闷一声怒吼 破拉拉的超过他们一记绝尘 董无伤满头雾水挠了脑袋 问孤独行 刚才过去的是墨天机还是季墨啊 炮仗似的一点就找啊 孤独行忍不住哈哈大笑 楚阳扬声大喝 你慢点前面就是雪山了 你别被猴子抓了去 一片笑闹之中终于到了雪山 一股严寒扑面而来 墨清武显然从未见过这等奇异的景象 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看 真是奇怪 这世界上还有这等奇异景象呢 面前两座山相连 中间只有不到四五里路的空地 形成一个峡谷 北面那座山山顶被雪覆盖 积年不化 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寒冷的感觉 天空中还在飘飘洋洋的洒着雪花 而那面那座山 却是一派深秋景色 树叶发黄 不时的有落叶飘下 天空中 北方阴云密布 大雪纷飞 南方晴空万里 秋风呼啸 好像是有大能者 在这里一刀将天地斩成两半 分开了秋冬 这应该是地势的原因吧 楚阳指了指四周插天高峰 微微的笑了笑 莫清武游牧四顾 恍然大悟 哦 原来如此 说话间 顾独行与董无商已经双计并排 扑拉拉冲进了雪山那条狭窄的道路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 真没担心过这里会有什么埋伏 一刀一剑 两个超越仙凡之格的至尊 哪怕是他们对上九品至尊 此刻也有一搏之力 一般的埋伏对他们来说只是送菜而已 所以这两块货纯粹是闭的眼睛往前蒙 莫天机早已退了回来 回到队伍的最后 与季默和罗克迪并排行走 莫清武虽然恢复了 却仍然没下来 一路就靠在楚阳怀里 不知道有多么的惬意 累了就换换姿势 困了就睡一会儿 想说话的时候就说话 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抱着楚阳沉思一会儿 对于莫清武来说 这段路程简直就是幸福之旅 对于莫天机哀声叹气所说的 女孩子要矜持之类的话 莫清武直接就置之不理 一路往前 到了雪山山腰 发现吹烟四起 路上斜斜的竖出一个巨大的牌子 收购马匹 看到这个牌子 一向贪财吝啬的奥歇云 佩服的五体投地 真是让本公子从屁眼里都佩服出来 这得多么精明的头脑 多么精确的算计 多么毒辣的眼光啊 嘿 真是人才啊 难怪奥歇云如此感慨 一路而来全是大路 唯独到了这里 突然间变得陡峭 马匹根本不能骑乘 只能够在这里处理掉 而这个人在这里 建这么一个收购马匹的地点 简直是一本万利 不管什么人 就算你是神仙 只要你骑着马 到这里也必须放弃 而且只需要很少的代价 就能够收下贱马 并且只要是一路能够骑到这里的马 没有一批是普通货色 这个人收起来之后 赶到山下转手一脉 那就是百倍的利润 此人的精英头脑可见一斑了 随着一声奇怪惊讶的喊叫 随即就出现一个奇怪的令人惊讶的矮胖子 楚洋等人一看 顿时目瞪口呆 这个矮胖子绝对的名副其实 他的身高最多不超过一米四 体重却绝对超过两百五 他四肢绝对等长 两条腿又粗又圆 大腿与小腿一般粗 如同百年大树被拒断了上半截 只留下短短的树桩子 方方正正的大脑袋 狠狠地蹲在了比脑袋还粗的短短的脖子上 肩膀以下 从肩膀到小腑又绝对是一个正方形的形状 这个人长得极有特点 就像是两条粗粗短短的杠子上 撑起一个巨大的正方形 在巨大的正方形上放了个巨大的球 在巨大的球上又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正方形 第126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视频